台湾三成企业 明年增聘人力 跨国人力资源公司万宝华 昨天公布明年第一季 全球人力需求调查 结果台湾在代表人力需求热度的 就业展望净值 季节调整后增加到35% 排名意外蝉联全球42个国家之冠 第二名印度 就业展望净值27% 第三巴西21% 第四墨西哥20% 哥伦比亚与巴拿马都是18% 并列第五 另外 亚太区就业展望净值 前六名为台湾、印度、纽西兰 中国、香港及日本 万宝华表示访谈了1010位台湾雇主 有31%预计明年第一季增加人力 有5%将减少人力 维持不变的约六成 其中以服务业运输及公共设施业 批发及零售业人力需求最旺盛 因为明年初节庆需求大 万宝华说明年第一季 全球就业展望都趋向悲观 台湾蝉联冠军是意外 值得注意的是 愿意增聘人力的雇主比率下滑 显示企业多以稳固既有人力为主 台湾人力银行业者则说 景气复苏缓慢 明年第一季企业增财失程可能延后 建议有意转职者要骑驴招马 谨慎以对 动新闻综合报道